關鍵的地方就是什麼 我只要把留下數字這邊 把它再複製過來 然後改改兩個字 留下ASAB的名字不能一樣 把它改成留下英文 OK 這邊改一下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這個這個部分改一下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用 ASCII Code 內碼表 它要大於64 它要小於91 所以6491 好英文的但是這是大寫 OK 所以呢 我需要在這邊做一點事情 不過特別注意哦如果 這個可能會讓程式變得比較冗長 但是也是一個過程 就是在這個外面再包一個U-Case 這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哦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 我建議有一個方法 就是在這邊有一個檢視裡面有一個叫做即時運算視窗 快速鍵叫Ctrl-G Ctrl-G這個就是可以讓你練習的 我建議你可以記這個Ctrl-G 然後呢 你可以練習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U-Case 比如說我要把 我想要知道U-Case 比如說我要把 他會要你放一個自串 所以你給他一個C 自串這個C小寫的 OK 你把Enter過 這個是Printer Printer這個的結果幫我印在下面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 他幫你把這個C變成大寫輸出了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練習 比如說有一些那個 有一些東西你不知道怎麼 結果是 那一個問號 假設顛倒 VBA 裡面有一個叫L-Case L-Case 顧名思義嘛 他就是把他轉成小寫 當然我如果這邊改一個大寫C 讓他Printer出來 Enter會怎麼樣呢 小寫C就出來 也就是說有些時候 假如你不太熟悉某一些函數的話 你可以在即時運算上面先練習看看 不然有時候我這些東西不太習慣這些東西 那再來你就是可以把這個東西加在哪裡 加在這個的前面 記得一樣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在MID的瓜弧 外面 再包一個 只要不要包錯就好 一般是你打一個V 一般喜歡先控一格 打一個VBA 點 因為為什麼要控格 因為如果沒有控格 他那個提示會出來 因為M在那邊擋住了 打一個U U-Case出來 你可以用選的 U-Case 前刮弧一下 然後後刮弧記得 在這個後刮弧三個其實加一個 不過正確應該是中邊那個刮弧 不過其實你哪一個刮弧都OK OK 然後空白他會自動消失 所以不用理他 有沒有 就掉了 然後再來在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有一個方法 我習慣了把這個放到這邊來 複製過來 然後呢 後面再加一個後刮弧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也就是第一步 我們先把那個邏輯改成大於64 而且要小於91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這個是大寫的判斷 因為有大寫有小寫 如果我比較快的方法應該是全部 轉換成大寫之後再判斷一次就好 OK 最後輸出的話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1欄這邊 所以把這邊改一下 把D再改成1 好 又寫完了 所以其實你看 只有第一個是寫最久 其他都是用改的 但你要知道改哪裡 所以有的時候 城市 還有很多時候其實都是修改 的時間反而比較多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它執行看看 留下英文 好 OK 看一下 應該沒問題 最後的話呢 當然留下中文 你想說中文老師 那ASCICO裡面沒有看到任何中文 對 所以不在這個裡面的其他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當 127跟0 也就是小於0 大於127 之前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能是有日文有韓文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這個問題可以解決的 OK 所以我們只是說解決多國語系的問題 假如說裡面有一些 可能不是數字 不是英文 不是符號 那應該就是 我們的中文了 OK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邏輯 所以 其實留下中文也很簡單 就是可以把這些複製一下 然後只要把它 小於0 O 不是and O 或 大於127 那就把那些也不用轉型的 留下來就留下中文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